2012年9月2日 舞蹈家欧阳慧珍在新北市演出 福生 我爱的人在火烧岛 他根据父亲欧阳建华 母亲张长美 白色恐怖时期受难相恋的故事 编成感人的舞剧 身为一个政治受难者的后代 我真的觉得我替爸爸妈妈感到心疼 但是我对他们的坚强勇敢感到骄傲 我觉得台湾欠他们两个一个道歉 多少精英在白色恐怖时代被杀掉 被关掉 被糟蹋掉 我不会原谅 我没有那么心胸宽大 很痛 很痛 孙文中的房金 张长美 1931年出生于南投草屯 小学就读草屯工学校 初中已榜首考入台中商职 他在校成绩很好 初中三年都当班长 并面试直升高中部 是校园的风云人物 因为我考进去是第一名 第一名所以就当班长 班长那个时候学校有规定说 每一个班的班长都当代表 要去参加学校办的自治会 我当然就每一个月他们开会 要集合我当然就去 会长就会去讲话 就这样到高中的时候 也是要考了 但是我因为一直都成绩都第一名 所以我就被宝送上去 去高中我就没有考也就进去 也是当班长了 就继续参加那个什么自治会 1950年4月11日 学生自治会会长 涉入中共地下党 当时就读高一的张长美 受到牵连 那我在高一的 已经下半级 快要升高二的 那个时候 下午再上课 工人来叫我去嘛 叫我说 张长美啊 校长叫你去 我就到校长去 然后呢 一进去就看到校长不敢看我 有两个陌生人坐在办公室那里 那校长 后来又来了一个男同学 那时候我们都 没有讲过话 不认识了 但是知道是同学了 同学起的 也是高一的 后来校长就说 那两个人说 有话要问你们 你们跟得去 我们两个就跟着那两个走 走到校门口出去 有一个机部车 我们两个就一直坐上去就走了 也不知道这样子叫做背部 后来一直走 走到开到那个台中火车站的旁边 有个小房间 一打开让我们进去 我就吓了一跳豪道大哭 我想那个是监狱啊 有那个铁栏杆啊 我说你不是说要问话吗 怎么到这里来 我就豪道大哭 他就说等一下问啊 等一下问 然后就叫我们进去 那后来又来了两个学长 已经毕业了 那叫什么名字 我当然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男女授受不清 然后他们三个就 通通关到牢里面去 还把他手铐起来 我没有铐了 我一直这样哭 哭到后来 过来一夜都在那里 到天亮 我还一直哭 哭到天亮 然后就我们这一群人 就跟着那些特务啊 好像是坐火车吧 送到台北去 保密局的南所啦 关到那个里面去 然后南海关哪里 我不知道 反正我是关进去的时候 里面就已经有 有四个大人 两个小南海 差不多两三岁大 连我是五个人 那里面差不多 两个塔塔米半那么大 我们就关在里面这样 到一个多月以后 才开始温化 窦寇年华 少不更事的张长美 不幸被关在 人间地狱般的牢笼 不断听到 看到许多恐怖行球 每天晚上一定要打人 应该是三四点左右 打 但不敢睡 一定会坐起来 因为睡不着 听得好清楚 那种啊的那个声音 就像电影里头才有的那种 然后打打好大声 我们大家都坐起来 很想睡也不敢睡 打打打到没有声音了 就想大概打完了 结果不是 突然又水灌进去 又开始打 开始打到 打到大概昏过去 没有声音了这样 我很好奇 我觉得因为那个门 木门 最下面有一个这样的洞 是送饭进来的 我就趴下去看 就是看到这样 我就想 这个昨天晚上挨打的 这两个腿要 腫得不得了 就好像皮薄掉那样子 然后走不动 因为还有脚链 走不动 所以旁边就有两个 这不是成这样的 是烂友 这样看得出来 几个月后 张成美被以参加 叛乱之组织的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分化的时候 特务就说 那个吴某某你认识吗 我说知道啊 他是我们的会 自治会的会长 他就说 他是那个共产党 跑掉了 他是共产党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告诉我 他说 你们也都参加 我说不可能 不会 他们要告诉我 他说有啦 是你们不知道 你们早就让你们参加共产党了 他已经跑掉了 然后就 一个大的半夜问话 大灯光照着我 所以我也看不到 那个特务什么样子 那个笔录通通 已经早就 大概早就写好了 连给我看都没有 就说 好啦 你在这里盖章 然后就 赶快回房间去睡觉 就这样 这样一次 以后再到军法处 再问一次 就判决了 他有问我说 你什么时候参加自治会 我说初中时代就参加了 大概想 那我就参加了四年了 大概回想 这样推算过去 大概以为我是老共产党 你没有想到 那时候我才十四五岁 但是就这样讲 所以我好像 民国三十六年就参加了 参加共产党 所以就判我那么重 判我十二年 所以判决数就是这么几个字 张某某于三十六年 由吴明镇介绍参加 回党主持就这样 这样子荒谬 关了十二年又一百天 当时政治犯人满为患 张长梅不停地被遗奸 他住过台北监狱 台南监狱 职训总队 1953年被送到绿岛新生 训导处第六中队的女生分队 我被送到绿岛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分第一大队 第二大队 第三大队 那我们女生分队就是在那个第二大队的 最旁边这个叫做女生分队 然后那里有一个竹泥巴 我们的女生只能够在那个范围内 那个活动 出来上课啦 或者出来洗衣服啦 或者出去调水的时候 才可以从这个泥巴出来 所以整天都是在那里面 那我们旁边那个是第七中队 再过来第六中队 我们伙食是第六中队的男同学 煮好了 从这边送来给我们吃 那我们吃饭也都在那个竹泥巴里面 就一盘那个什么菜放在地上 那我们六个人一组 用小板凳做的这样吃 就在那个竹泥巴里面范围 那调水的时候从这里 两个人一旦这样出来 这样绕过去 这样一直走走走走到流马沟那边去调 调好再这样的带回来 放在水缸里 一个人差不多挑三弹 要轮流轮流挑这样子 张长美在绿岛待了九个月 因为有男政治犯写信给他 他没拿到 却被当局发现 他受到牵连 被送回台湾 关在保安司令部保安处 后来有一间军阀处担任冯一公 1953年所谓的战讯新生叛乱案枪毙了14名政治犯 无辜的张长美幸免于罪 但难有妇孺之却没那么幸运 去军法处的时候 我们同房间嘛 后来出来砸衣服 他也有出来砸 那个时候跟他有牵连的那个男生叫做陈华 因为他已经被枪毙了 那好像几个月以后再交入妇孺之绪 所以我们下来一下 没有想到他会被枪毙 后来听说是后来是蒋介石 划千全把他们划进去的 后来又枪毙了几十个就是这样 他那个信他都没有看 没有看但是他没有把它毁掉 所以就变成说那个陈华给他信 可能就是写那个共产主义那一类的吧 他没有看但是他会认为你已经收到了 就这样被枪毙掉 后来要枪毙他的时候 那时候跟我们以前的三更半夜教区不一样 也是骗出去的 再说陈华之你特别接见 我们都怕死去的 我想说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判罪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他怎么突然特别接见 再说我们又不是高官 怎么可能什么特别接见 那个看守在外面 陈华之快一点 我们就跟他说好了好了再换衣服 后来坐坐了 后来坐坐坐坐了 想来一下这脸都没有颜色 真的 我也走尿也不今天 好像不对了 这种情况好像不是特别接见 然后突然衣服脱下来 盏服的衣服 然后就染 stark 裡面一個綠色的毛衣 我們在裡面的時候打 他就把那一架放下來 我說穿的吧 很冷 他說不要緊 給我弟弟 他就再套那個Bingo的衣服 就走出來 我們也都跟在後面走 他就走到那個 有一個樓梯下去 很大的樓梯 在那裡 他就扶著那個欄杆這樣 一步一步的下去 我們就站在那個樓梯口那樣 一直看著他走 我走來五六個台階 他突然回頭來 他說保證 我那個 就跑下去 我們就好到大貨 他真的就被槍斃掉了 我一個學長也是 就是為了他我才回來 他也是寫了一封信要給我 我沒有收到 他就為了那一封信 被槍斃 裡面寫什麼我當然不知道 如果是我拿到的話 我會趕快把他洗的丟掉 如果我沒有看被拿到 我也會被槍斃 不管你那封信 你有沒有看 在你那裡你就要被槍斃 還好我不是在我這裡 那時候我比較聰明 一直說 你這封信 如果給你呢 他有黏著一張聽 裡面也是都是比較 那時候他們很崇拜馬克思主義 會寫裡面寫一些這一類的 他就唸給我聽 他說如果你收到這封信你怎麼辦 我當然就說我會拿去報告 他就說你上次他也給你一封信 你為什麼不拿來報告 那時候我就比較聰明 我說那個是情書 所以我才過關 你知道嗎 如果我沙沙地說 就慘了 知道嗎 那時候學得比較聰明 那時候學得比較聰明 所以我才過關 你知道嗎 如果我沙沙地說 就慘了 知道嗎 那時候學得比較聰明 1958年 張廠美宜間土城生教所 才和歐陽建華相識 我們不同班 我故意報第一點 我在丙級上課 他是假級的 所以上課的時候不同班 大概我們女生都坐在前面一排 後面都是男生 後面有一個男孩 我後來才知道 他是他我先生的同鄉 他有一次這樣踢我的桌子 我就想他怎麼這樣踢我 我就說你桌子怎麼會這樣子 這樣踢 後來他就不敢動 後來好久以後 就張先生跟我講 他說聽說歐陽建華 我要給你一封信 大家都在輪流看 我在想到 大概這個踢我的那個想要給我 就是一封信 他就跟我講 怎麼樣認識我 怎麼樣再關心我 就這樣開始的 那時候我先生常常在那個 集會場的那個窗戶邊拉琴 我當然也不會拿去給他 我就教我一個比較老的 那個大王好幾十歲的 因為他們去買東西什麼 都比較不會被注意 像我那麼年輕 不敢隨便出來 因為人家看著你去哪裡 我叫他回給他信這樣 然後才開始來往的 我晚上去排練的時候 晚上喔 旁邊都什麼比較黑 他都會在門口那邊等我 等我 偷偷地從門訪裡握個手也好 後來也是有人去報告 但是那個那些 那些特務也對他比較好 知道他比較忠厚 而且這樣就是說 比較沒有那個亂七八糟的啦 後來他有跟他講 你喜歡那個窗戴美 那還好啦都蠻單純的 別人的話你不要隨便教我 很危險 比張常美年長三歲的歐陽建華 原本在金門擔任小學校長 因反對校內實施反共宣傳 1952年被捕 判趕訓三年 趕訓起滿後 因無人作保 而一再留訓 前後長達九年 要有兩個人保 他哥說他 有一個日本人保他 就跟他以前在裡面在一起的 可是還少一個 後來他跟我講他少一個 我就想我弟弟在台北啊 這樣隨便找一個 把他保出去這樣 後來我弟弟找人保他的時候 特務也有叫我去問 他說你跟他不同班 怎麼會認識他 我跟他講 我跟他是一起去綠島的 他就說哦是這樣啊 你幾號 我說我七十二號 然後就這樣 所以他才出去 歐陽建華早張常美一年出獄 等張常美出獄後 兩人繼續交往 過了三年多 他托人到草屯提心 張常美父母並不同意 但張常美認為 歐陽建華老實有才華 可以托付終生 我父母不喜歡他 因為看他很木納 我爸爸說 這個外交零分 外交零分 一方面也不會講台語 二方面也是很木納 從小都是孤兒 所以就木納官 所以我父母很反對 就覺得又是外省人 又是坐過牢的 又沒有家眷 出去嫁給他的話 將來可不可以當乞丐去 所以我就晚了好幾年才結婚 等到我跟他結婚的時候 他續歲 我三十四歲 他三十八歲 嫁給他以後 我就差不多八年時間生了四個小孩 這個期間好辛苦 都自己養 他在禮品工廠的時候 有時候畫那個簽名籌 他抵一個稿 其他都是我在畫 他就到工廠去畫蠟燭 我就這樣子 盡量幫他忙 那個時候都有警棋 警棋那時候不是用印的 用剪的 然後才一個字一個字貼起來 那個洗髒 結婚的人很多 洗髒就要剪 用金字剪 然後再貼在紅紙條上面 然後在那個洗髒那個貼起來 中間有個雙洗這樣賣 所以有時候一天來好幾個 那小孩我都吃人奶 就像坐在那個矮的椅子 讓他一邊吃奶 一邊剪吃 剪到這邊沒有辦法吃好 就讓他吃 我四個孩子都是吃奶長大的 但是也是每個人都會來 去哪裡啊 好不好啊 什麼什麼這一類的 或者有一次不是跟我先生講 你要注意喔 你太太說匪碟啊 我先生說我知道啊 我也是 這樣 知道啊 我的黑名攤比較黑啦 他因為是感訓 這樣子一直到解緣以後才好掉 雖然受到持續的監控 夫妻踏實地為生活奔波 歐陽建華憑著一支筆當過代書 他畫畫寫字做廣告招牌 後來他的書法受貿易商青睞 向他訂購書畫外銷日本 他的罐頭人名詩書畫 在日本聲明大造 生活終於得到改善 他們不但購置店面 也讓四個子女受了幾好的教育 長女歐陽慧珍是舞蹈家 長子慧剛是小提琴家也是指揮家 四子慧濤是水利學者 三子慧如則是大提琴演奏家 他們彷彿遺傳了歐陽建華的藝術天分 我覺得他們都是英文講 Nature-born artist 我想我父親沒有正式上過任何的藝術的學院 或是音樂的學院 可是他所有的詩文琴棋書畫 他都是無視之通 可能在他那個年代 他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學習 那我父親也是一樣 他其實沒有正式學過一些服裝設計 或者是裁縫等等 他其實都是自己在摸索 所以我看到他們兩個人其實 就像我剛剛講 是一種天生的藝術上面就很有天分 那我父親一直認為說 其實小孩子接近藝術是很好的事情 因為他自己很喜歡藝術 他很喜歡文學 很喜歡藝術 那所以小時候他就很自然的說 想要讓我們去清清這些 當然在那個貧乏的年代 光是我們要去學音樂寫藝術 他的花費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我一直到長大 我才知道說 哇那個時候是那麼的不容易了 女兒的舞蹈展演 歐陽建華會幫忙製作布景 張常美總是親手縫製服裝 金魚珠蒜的張常美 也為女兒的舞蹈團及舞蹈班看帳 我真的很覺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為有的老師他可能想要個旗子 想要快步 他都必須要跑到服裝公司 跑到步行自己去買 然後去請人家訂做 可是我不用 我可能回去吃中飯的時候 我只要講一些 媽媽我需要什麼 爸爸你幫我畫一個什麼布景 很快 很大概就可以出來 然後我可以專心的在我的創作 我的編舞上面 所以呢 我們舞團的發展會非常的迅速 而且很快就茁壯 因為爸爸媽媽完全就是我的 非常堅強的後盾 然後就是靠山 我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我只要跟他們說一聲 我要什麼我缺什麼 就像被魔術一樣 快就會變出來 2005年以來 張常美夫婦積極參與 白色恐怖紋史的重建 在我們小時候呢 我想他們是竭盡所能的 在保護我們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任何的 不該看到的畫面 或者聽到任何不該聽到的話 我印象很深刻 只有偶爾在餐桌上 偶爾在日常的對話上 會出現一個 在裡面的時候 或者是出來以後 類似像這樣子的一些 我們聽不太懂的一個形容詞 一直到我20歲之後 我真的了解整個歷史之後 我母親跟我講他們的遭遇之後 我才把所有的 片片段段的這個記憶能夠 串聯了起來 當然是一個難以接受的一種 怎麼會發生在我家 怎麼會發生在我的 父母的身上 原來他們 他們 不是普通人 可是我馬上試著去瞭解說 到底那段歲月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 隨著我瞭解越來越多 我知道說他們不是為惡的兩個 政治犯 我才了解說在那個 那個年代裡面 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的時期 有幾萬個人 都是像他們一樣的遭遇 所以我從剛開始的很震驚 那我開始覺得很 為他們感到驕傲 所以在今天 我們享有這些民主的果實的 這個同時 是 多少人犧牲他們的生命 犧牲他們的青春 去努力幫我換來的 那 我很驕傲的是我父母是 他們其中的一份子 2011年8月29日 歐陽建華於睡猛中辭世 爸爸媽媽真的是 是這個苦難時代的一個犧牲者 那 但比起千千萬萬個政治受難者 他們呢 算是 很堅強幸運的 因為呢 雖然經過二十幾年的老育之載 他們很勇敢的活下來 然後活出了精彩 活出了 讓後代子孫永遠尊敬驕傲的人生 媽媽一直就是 很努力的希望能夠 讓後代的 年輕的這一輩子孫孫能夠了解 不只是我們歐陽家的子孫 他也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台灣的孩子們 能夠知道 以前的這段歷史 對他們來講他們很陌生 那靠著他們的口述 也許能夠讓更多的孩子們理解 然後能夠跟珍惜現在 珍惜未來 2012年12月 張常美出席 流麻溝15號系列活動 大家叫他們受難阿嬤 他向年輕人述說當年的故事 期待傷心的故事不要重演 也期待能真正還原歷史真相 我是要讓人家知道 讓年輕人知道 百色恐怖就是這種內容 這麼樣的可惡 這麼樣的淒慘 跟以前的皇帝時代差不多 我們是這樣過來的 因為我們都已經八九十歲了 大部分都凋零了 我這麼辛苦講這些話 我就是要把這個歷史 他們不敢講的 統治者不敢講的這個歷史 給大家知道 因為你們在教科書裡面 聽不到這些的 看不到這些白色恐怖的內容 就是這樣子的可惡 讓我們介紹 歐陽家族的 大家長 我們最愛的媽媽 歐陽奶奶 張長梅女士 親愛的媛媛 親愛的精靜 我來解決過 你把這些都抓住 當然